美國理論物理學家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 帶領第二次世界大戰走向結束 但誰也沒想到美國核子計畫 最終卻演變成一場心風邪雨的政治鬥爭 奧本海默不僅多次支持共產黨活動 包括他的妻子弟弟與弟媳 也曾都是共產黨員 被貼上共產黨標籤的他 反對核武擴張 最終時任總統艾森豪決定拔掉他的話語權 奧本海默要求舉行聽證會 不料卻又是一起紛爭的開端 性格反骨的奧本海默曾在曼哈頓計畫中 公開嘲笑當時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史特勞斯 加上與頂尖物理學家泰勒唱反教 極力反對打造比原子彈還要強數千倍的清淡 導致史特勞斯與泰勒兩人串謀合作 讓本該維持公正的聽證會變成一場殘酷審判 被抹紅的奧本海默安全許可最終被撤銷 同時遭到科學解放逐殘斷度過餘生 但隨著機密文件解密 整場聽證會如何被動手腳 也一一水落石出 2009年5月蘇聯國安局檔案庫也證實 奧本海默從未參與蘇聯的間諜行動 最終雖然獲得頻繁洗刷冤區 但對為國盡中的奧本海默來說 或許萬萬沒想到自己竟淪為政治獵巫的受害者 三點新聞 謝田豪報導